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音写上去,才能确定为五六点音或者七点音 现在有个工具栏,我们把音写上去 音符的这个地方打开,然后把它拉开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挡住 然后我们把这个音写上去 我们先要写的是 抖 搜 然后 然后再写一个五连音,我们准备学,这么写五连音 一个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对不起 二 三 四 五 这个五写好了,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 这个五连音,变成一个五连音,怎么变呢 我们把另外一个 工具栏里面的这个组 打开 放了这个 这个放这个什么地方,放这个地方吧 好,我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连音 这个有个三连音的对话窗口 这两个三连音是不同的 这个三连音写出来,这是个三连音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很多的 四连音,五连音,六连音都可以把它变成了 我现在这个东西选择了,这个东西看,大家下去了也要进行这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音给选择出来 用框框给它框住 然后就变红了 变成了这个 一个窗口出来了 大家看了,这个地方一个二,一个三 因为这个地方有五连音,我们把这个第一变成五 然后第二个音也变成四 然后这个地方呢,选择了我们也很多 这个就是说 上面没有连线的 这个是三呢 或者是五呢 是在这个连线上面的 这个是在连线中间的 这个是有这个 这个大括号一样的这个 三连音 等等,我们现在不管它,我们就反正这个东西不重要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确定下来 就要按这个 这个数字在两个括号,这个连音中间的 现在这个是五连音 然后我们开始准备写六连音 六连音,我们继续开始写 然后我准备搞两个八分音符 然后我们把这个写成 这个十六分音符的 我们要写六个音 一二三四五六 好,我们再把这个对话窗口 这个三连音的对话窗口打开 选择,选择打一个框框进去 然后选择这个地方一片到六了 底下我们还是选择四 大家看一下这个六连音出来了 然后我们最后还要学个七连音 好,我们继续往下写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写个七连音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写个七连音的 然后我们再写这个三连音的对话窗口 Dialog就是对话的意思 打开选择,然后选择这个框框里面的 然后我们写的这个地方也变成一个七 好,然后把最后一个音写进去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听一遍 是不是这个节奏是不是对的 如果说你把这个节奏 连音的节奏搞得不对的话呢 就会出现 这几个音 很快很密集的 或者是太慢 它是要占一拍的时间 这个地方也是要占一拍的时间 这个地方也是要占一拍的时间 OK,现在我们看五连音 六连音 和七连音 我们来听一次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次再见